每次坐火车回家的时候 看着那个列车在动 然后看着那个接算 我就感觉 这个就是我们解析过的设备 然后就会有心里边 很开心的那种想法 我叫杨锦涵 今年26岁 是云南丽江人 从事的是铁路接触完检修作业 我是从2017年开始干的接触完工 到现在已经干了三年了 都是高空作业 一般正常的高度都是六米五 一开始爬的时候是很害怕的 站在那么高的地方 只要一低头一看脚下边 就会感觉脚都发麻 风也特别大站在上面 一不小心就被风吹下来的那种感觉 时间一长了慢慢的 就觉得没那么害怕了 因为克服了自己心里边的那种陶穴 接触完是供电力机车 比如说动车 火车 就是给他们供电的 我们检修一般都是设备的缺陷处理 我们在作业的时候 基本都是用我们自己的检修作业车 只有作业车检修不到的位置才需要 让爬上去检修 在铺铁的时候 主要是靠列车之间的那个空隙时间来进行作业 三十多分钟的作业时间 在上边很紧张 然后一不小心悬错了平台 就很有可能会造成速度 我记得有一次在进行作业的时候吧 精力不太集中 稍不留神就踩滑了 身上的好多地方都擦破了皮 还好有安全带 不然那天就真的是出现问题了 特别危险 在上边都是神经都是紧绷的 不敢有一步走错 因为一走错可能就会掉下来 我自己的专业是编配电 但是知道有这个培训 然后领导也问过我们说 会很苦 会很累 怕不怕 然后我就说不怕 跟着他们就开始培训了 然后看到他们的作业方式 就觉得哇 好酷 好厉害 由衷的特别喜欢 就下定决心 我一定要答应你接触完工 我们就挑战自己的那种感觉 他们的那种作业模式 就是快 准 狠 训练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念你的那个臂力 要在那几米的那个杆柱上 提最坨 一个最坨是有25公斤 印象最深的一次吧 就是在培训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全是 路悬空地挂在空中了 被挂了好久 特别难受 暂时感接触完作业是 训练之后的一年吧 从学员的接触完这个工作之后 我就没有想过要放弃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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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们特间这样 很多都是夜间作业 还是挺熬人的 停电作业比较多 必须要高铁晚上不跑了 休息了 然后我们才进行解决作业 晚上11点半就出去了 一直到第二天凌晨 差不多五六点才能回来 我觉得工作中最大的困难就是 上厕所这个确实挺不方便的 就是因为晚上就很少会睡了 每天在作业 速冻之前都会跑步跑三公里 进行深蹲呀 活成呀 还有其他的一些训练 确保有充分的体能 去完成自己手里边的作业 一车间男生比较多 总的一百多号人 然后女生只有四个 我在车间跟男同胞们 都是像兄弟 他们就说我是女汉子呗 就是拿着帮手 拿着钳子自己就上了 认识的话呢 应该是从17年我们培训的时候 女孩子的话她就比较信心 她就会去看 而且她检查的话 就比男人的用心 可能我天生比较要强 总有一种不服输的境 我觉得男生可以完成的 我也一定可以完成